這個與大道總統出來道歉 對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主要是說淹死的人太多 大家想說 如果以在臺灣假設發生這樣的暴雨 我相信不會有這麼多人淹死 但是為什麼 因為主要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 電影大家都看過《寄生上流》 《寄生上流》他們家庭就是住在 他們的天際線就是人家的地板 所以他們都住在地下的房子 那其實根據這次 韓國統計裡面來說的話 目前為止 韓國在首爾當地的都市圈裡面 大概約莫有20萬間的地下室 或是在半地下室的住所 那因為半地下室的住所 我們就知道其實這次南韓的暴雨 來得非常及時 一下子進來之後 沒想到灌進所謂地下室裡面 那灌進地下室裡面很多人 他第一個時間可能還在睡覺 沒想到他都被淹死了 甚至你要淹下去的時候 他可能馬上就淹到他的胸口 或者他根本 淘都來不及淘的一個狀況 所以很多人被淹死的狀況 所以因為這樣子導致 你看特別是在首爾 有一個半地下房一家三口 因為來不及逃生 就被淹死的這個狀況 那所以大家都在講說 那到底要怎麼改善 我跟他講現在引擎月 就昨天道歉 他就說我們現在考慮 要修所謂的建築法規 就是說未來規定說 可能在這種所謂半地下室 或是地下室的 未來不能夠來住人了 那至於說現在有住人 他說未來十年之內 要陸陸續續把它改善掉 大家就覺得 那首爾有這麼誇張嗎 為什麼這麼多人住在地下室 或是辦地下室 來我先給大家講一下 首爾的房市 其實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如果以首爾市 他約莫市常住人口 大概是990萬左右 但是如果你以首爾 旁邊的大都會圈來說 大概約莫住2500萬人 韓國一半人口 大概都是在這附近 那因為人很多 算他的房價其實居高不下 如果以這個首爾市 他的平均的房價來說的話 我已經把它換算成台幣 這二台幣約莫是70萬 其實跟台北市差不多 當然比台北市略高一點點 但是你看他最貴的地方是江南區 江南style 江南區 他的這個平均 你區域的房價 平均房價大概是160萬 所以其實算是貴 很貴 對 很貴 所以你知道他說 為什麼韓國人會住在地下室 因為第一個沒地方住 然後房價又很貴 再加上說其實這幾年的時候 韓國的房地產漲得非常兇 他從2017年到2021年 這四年的時間漲了95% 特別在首爾 那幾乎翻倍 對 所以為什麼文在寅會下台 其實很多人都質疑他說 你不是說要打房 為什麼打越打越 越高的一個狀況 那甚至不用講 他們的房租 在這幾年漲了大概20%到30% 所以很多人住不起 那我乾脆就住這種比較便宜 這種就相對很便宜 對 所以為什麼 反而越來越多人住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現在首爾 已經要提出相關的法規 去整理這件事情 所以總統出來道歉 他是在道歉說 我們的居住政策有問題 沒錯 那當然 這也不是說他的問題 因為長久以來的這個問題 那最近隱習也真的 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他目前民調很低 因為他上沒多久 上了沒多久 民調掉成這樣 掉到20幾%了 這個數字 那為什麼會掉到這麼快 第一個你看 房地產的這個問題 你沒辦法解決 再也就是說 其實他最近有一些問題 包括說他教育部長也出包 就不如出包之後 已經離職了 那加上說 他在中美之間的態度 好像猶疑不定 大家覺得你在幹什麼 你不是上台的時候很強硬嗎 當初尹錫悅 他那個時候是要反中隊 中國強硬上台的 你現在衝向 大家覺得說你不知道在幹什麼 所以說他目前有點 迷失方向的這個感覺 好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為什麼他會迷失方向 我覺得其實 對韓國人來講 也真的是很兩難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 因為他經濟很依賴中國 他等於是說 經濟依賴中國 但是安全 他依賴美國 那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特別是說 他最近的外交部長 到青島去跟王毅會談 那跟王毅會談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還被王毅他們捅了一刀 就說你們那個什麼 三部一線的這個狀況 我們不要讓這個成為 讓薩德成為我們中韓之間關係的 半角形 他們之前那個禁韓令 就是因為薩德飛彈系統 他言下之意就說 好像尹錫悦要遵從這個 這個文在寅的三部一線的 這個政策 這樣一個狀況 結果害得尹錫悦政府說 沒有沒有 我們絕對沒有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怕得罪美國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我們講其實 文在寅在2017年上台的時候 因為當時 因為薩德事件的關係 讓整個中韓關係很差 如果資育基督非常清楚 當時很多限韓令 對不對 包括韓國藝人不能再登 登到這個中國大陸去 以前韓國藝人都中國多紅 因為韓劇又賺錢 韓國的idol 然後韓國什麼泡菜 通通送到中國去 一大堆都罰賺 結果沒想到 因為這樣就沒有了 那甚至搞到連樂天 這個百貨在中國都關門了 然後三星也賣得很差 所以文在寅上台說 那想說那我要跟你交好 所以他當時見了習近平說 他提出所謂的三部一線的 這個政策 三部一線就是說 我們不會額外在韓國 再部署新的這個薩德反 就現有的就現有了 就這樣子 我不會再多加 然後我們說 我們不會參加美國所主導的 所謂飛彈的防禦的網絡 然後不會推動所謂的 美日韓三邊的軍事通報 所以他不推動之後 你有沒有注意到 隔一年的時候 日本跟韓國就鬧翻 鬧翻的時候 他們就說 那我們不要跟你軍事分享 所以當時安倍就說 好那你這樣的話 那我就斷你的半導體的 三個原料 所以這原因是 這樣子的一個原因 那一個限制就是說 我們限制使用 這個所謂駐韓美軍基地的 的薩德系統 就是說一被擁有型 我給他限制一下 好那我們就講 為什麼薩德系統 會讓中國這麼跳腳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圖 這個圖就是這樣 因為他現在佈在 新洲這個位置的所在地 因為我們要薩德 其實我們要這一次的 中國飛彈打來 我們才說 那我們愛國者 薩德還有說 到底是怎麼去攔飛彈 好我跟他講 是愛國者是屬於比較低空 大概二三十公里左右 所以他真的快要打到 台灣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上去攔他 但是這個薩德 他是屬於比較高空的 中高空的 所以他導彈藍的範圍會非常大 而且他的雷達系統非常大 你看雷達系統 偵測的範圍高達兩千公里左右 所以中國都完全被他涵蓋在內 特別是對北京的威脅非常大 所以為什麼北京會跳腳 就是說你在我家門口 布了一個薩德系統 所以中國一直認為說 你不能夠布這個薩德系統 但是美國也不是省油 美國是偷偷的你要布進去 美國是怎麼布的 他是在普警惠的後期 因為普警惠後期 那時候其實已經搞到他已經那時候因為這個所謂閨蜜門事件 他已經無心在那邊弄了 這個已經沒辦法隨時都被彈劾 然後每天去這樣子 在法院上面 他的這個吹順時在法院上面做的 他其實無心 美國就頭都暈過去 都暈過去然後就把他裝上去了 那沒辦法 已經成為既定事實 所以變成是文在寅就要接受這樣子的 所以韓國也 我覺得他沒辦法 我覺得韓國人後來也是默默吞下去 因為他們的確也是需要這個薩德系統 因為面臨到北韓 北韓也會射飛彈 如果你一射飛彈 我們就知道的話 那當然比較好 可是美軍部這個不是為了韓國 是為了中國 你中國會射飛彈 我美國就知道 我美國就你知道 因為他在這個台 這邊有一個薩德系統 在台灣有鋪路爪雷達 兩個雷達 完全看 你要射到美國去 我們完全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才說 事實際上對韓國來講的話 國家安全靠美國 但是經濟靠中國 這種所謂的兩難的局面 我覺得短時間之內 是沒辦法擺除的